根据老师昨天讲到 加尔文的问题产生的问题 就是改革宗不是加尔文创立 那么为什么说改革宗不属加尔文呢 这个我要责备你啊 审题就审错了 我什么时候说加尔文不属于改革宗呢 我是说加尔文的神学 不专属于改革宗 留意我说的话的意思 为什么说加尔文所告白 所宣讲的信仰 不是专属改革宗呢 加尔文是改革宗的牧师 但是他宣讲的这个信仰的 就形成了一些追随他的人嘛 宗教改革跟罗马天主教分离了 又跟重启派分离了 又跟当代的什么异端分离了 什么内在之光那样的派 然后追随他的教导的人 自然形成了一些这样的团契 什么在英格兰 在苏格兰 在荷兰 在什么德国一些地区 后来到法国也有 维格诺什么的 后来到什么美国等等 追随他的人 后代形成了所谓的一种宗派 叫做改革宗 但是加尔文竭力宣讲的真理 绝不是刻意要创立一个 叫做改革宗的宗派 他所竭力告白 所阐述的信仰是 大公教会的信仰 也就是说我加尔文 讲得到所解释的圣经 不是我独创的 他所引用的主张都是追溯到旧约先知 摩西五经 什么新约的基督的教导 使徒的教导等等 包括早期教父的 后来什么尼西亚信经 加科顿信 使徒信经 包括中世纪的一些神学家的一些正统的主张 所以你发现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所追溯的回归的 特别是基督教要义 他在后教性的辩解的时候 跟法王说的时候 我要辩明的是 我们不是异端 不是仇敌天主教 或者重启拜所控告 我们是一个新的宗教 一个异端 我们乃是追随使徒 教父和基督 圣经的教导的真正的信仰 他所辩证的是 我们的信仰是符合圣经的 符合基督教导 使徒教导和教父 正统教父教导的 所以他在阐述的信仰 是大公教会的信仰 因此法王 你不要误解 我们好像是传异端的人 从这个角度 虽然他是被尊为改革宗的重要的神学家 重要的一个鼻祖 但是我所要强调的是 加尔文所宣讲的神学 不是专属于改革宗的神学 他是属于正统基督教 大公教会的信仰 谢谢大家 好